花联市公所谓的提升传统市场买气 为期28天的 世事有惊喜 呱呱好元气 公有市场联合促销活动 13号正式结束 总计有5个公有市场 316摊的业者共享盛指 而市长魏嘉贤 14号在闭幕活动 感谢摊商的配合 以及消费者的支持 希望新上任的市长 明年继续推动促销活动 来促进花联市各个公有 零售市场的商机 以及营业额 开幕活动由活力十足的原住民舞蹈 炒热现场气氛 活动现场也推出市场大富翁 邀请卫市长和多位代表 以及市场自治会主委等多人示范 借此让大家认识中华市场的摊位名称 以及贩卖的内容 郑元璋也与多位摊商提供商品 作为市场大富翁的奖项 魏嘉贤表示 传统市场保有市场的活力 以及摊商与消费者之间互动的人情味 他也提及日前前往日本冲省 传统市场考察 明亮的环境空间成为购买中心 因此希望花铃市公有零售市场 也能够逐渐朝向 干净明亮的环境空间来进一步改善 事实有惊奇 呱呱好元气 那在这一次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的一个行销的方式 也希望 借由各种不同行销的方式 能够促进更多年轻的朋友们 能够到我们传统市场来做采买 日本传统市场 还是在日本的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采买中心 让我们期盼 未来我们在花莲的一个市场里面 能够逐步逐步的朝向 更简洁 更方便 更干净 然后更明亮的一个采买环境 能够让更多的大小朋友们 都来当做是生活的重心 这一次公有市场联合出销活动正式结束 总计有5个公有市场316摊的业者 共享盛举 活动期间发出了25000张的呱呱卡 消费金额达到350万元 市奖为嘉贤也抽出大奖的幸运者 头奖电冰箱 二奖为便平式洗衣机 三奖则是吸尘器 重奖资讯将提供在 施工所官方网站 也会在各市场公告 施工所也会以电话通知 得奖者前来领奖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导